你算什么男人 明星的沈云言有多准 萧贵在节目里唱算什么男人 正是在预判什么吗 我不唱算什么男人吗 你算什么男人 你算什么男人 眼睁睁看他走却 不问不问 他会遇到更好的男人 加油 薛之谦曾说到前方的长相 找了一张西门庆的脸 真有 薛之谦之前就讲过 真的 他要不看正好 他很有可能是个强奸犯的 老薛这嘴是开过光的 主持人让黄子涛评价前队友时 他直接无语住了 不想说 OK 涛涛粉丝告诉他恋爱了 阿雀说 我签一个队友好好谈恋爱 他什么恋爱 他什么恋爱 为什么要找这样的大王 不是我啊 是我朋友 还你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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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诺涵听到前队友 在蘑菇屋里征婚时 他的反应是这样的 你这凡凡坐着都征婚了 有话吗 说快到三十的时候 生命中有一种孤独感 孤独感 真的是 特别认真的说 走心的说的 孤独感 哈哈 听到陆寒说 烦恼是太红了 英采儿跟他说 能够光顾戴爱 外星期间 我觉得是 下次会帮我 完全再欺验 你还有什么心灵 我比他呆 他痛苦 我觉得太红了 然后不红很简单 继续谈恋爱 是这样的 没想到他之后 真的关键恋爱了 吴轩怡描述高段位立场 对是相当精准 就是说明明知道 对方有女朋友 或者是有男朋友 他非得去 还去跟人家联系 对 就联系完了 还就是那种 我没有 你想太多了 我真的不是这样想的 杨云晴在节目里 曾经言过 宋美琪会是 团里最早结婚的 你十年后 肯定已经 有老公生小孩了 对 为什么呢 就是 我觉得你十年后 一定会 你老公对你 也会特别好的那一种 对你的事 也会很支持的那一种 他已经没话说了 他在这个状态 他来队友 是最了解队友的